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脚丫子放到了陈晓的脸上 小猩猩的姿势十分可爱了 画面中的父子两个也很是温馨 而且图片中陈晓皮肤紧致 嘴巴红润 虽然被儿子的脚丫到了脸 但依旧睡得很香 看起来很是放松 状态特别不错 最近陈晓的事业可谓蒸蒸日上 休息时间想必少之又少 难怪陈芸汐送给陈晓的生日祝福是 天天都有懒觉睡 着实被撒了一把狗粮 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为陈晓送来了生日祝福 还有网友看到小朋友的脚 直呼太可爱了 也有网友表示陈芸汐和陈晓两人 直接打破谣言也太甜了 一定要长长久久呀 看来大家都被陈晓和陈芸汐的爱情甜到了 陈晓和陈芸汐在合作完神刀小旅后 宣布了俩人的恋情 而且俩人感情一路升温 在16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俩人婚后又有一子 生活得很是甜蜜 不过即便如此 仍有很多人猜测他们感情破裂 还不少人觉得陈晓前婚后眼里没有光了 不过俩人发文力破传言 想必感情很是稳定 最近陈晓还有两部剧带播 一部搭档的王一博 一部搭档的时隔多年再一次出演古装的刘亦菲 都非常令人值得期待 陈芸汐最近会经常分享自己的生活动态 一家人看着很是幸福 2011年28色的陈芸汐凭借着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一夜成名 人人都为她和柯震东疯狂 她也成了众人心目中的宅男女神 终于扬眉吐气 此时小她四岁的陈晓刚进入娱乐圈 演技好不好我们不知道 运气是真的好 一出道就接住了欢愉影视的感冷知 成了其奇效的艺人 那时候的她还对什么宅男女神不感兴趣 更倾向于清纯怪的女生 比方说赵丽颖 在出道的第三年 她就和赵丽颖合作了陆真传奇 白天情意绵绵的演戏 晚上还要把酒盐黄当兄弟 情男自已的时候 他们看对方的眼神都要滴出水来 但是显然赵丽颖不是陈晓的官配 因为小笼包横空出炉后 她连带着看人的眼光都变了 喜欢上了重口味 和清纯小白兔赵丽颖可不一样 陈芸汐看着人处无害的 撩过的汗可不少 在国外流血的时候不到20岁的陈芸汐 就交了一个富二一代男朋友 小情侣干柴烈火难舍难分 但是保护措施做得很好 一点人命都没有闹出来 可得到了爱情的滋润 陈芸汐还不满足 毕业后执意到娱乐圈闯荡 毫不留情的甩了挡路的小男友 心里脆弱小男友哭哭唧唧 还因为感情受创后脑子不清楚 一不小心就触犯了法律 把自己作到了牢里去 而陈芸汐在忙这位前男友道歉的同时 也没耽误她荷尔蒙迸发 在2008年和周瑜民拍摄 在这里发现爱时过于亲密 险些上演了与大S两女 争议男的狗血戏码 后来大S与仔仔分手后 她背上了小三的锅 好就好在那个时代网络还不发达 堂子两句就没事了 结束了和仔仔的绯闻 陈芸汐的正牌男友柯友伦 马上闪亮登场 爱到深处 男方还主动承认恋情 是的 我们俩同居了 不过陈芸汐始终不承认这段恋情 说和柯友伦只是朋友关系 嗯 就是那种亲亲抱抱举高高的朋友关系了呗 等到那些年 我们追过的女孩播出之后 陈芸汐也成了单身 开始和绯闻绝人体 圣元畅在合作的时候吵起了CP粉 但是她只负责制造绯闻 断后就不是自己的事情了 没多久热度退去 她瞬间将郑元畅炮支脑后 在拍摄《博爱神态》时 与已婚男导演文章勾肩搭配 求作在对面刘诗诗的心理面积 不过 这段绯闻来得快爱去的也快 毕竟和有家世的已婚已欲男导演勾搭在一起 可不是宅男女神应该干的事 但是 作为新一代绯闻制造机 陈芸汐也不能甘弦这样 这时候高大帅气有多金的林子祥之子 林信德进入了她的设程 在被媒体拍到的照片里 然而好的像连体婴儿一样 半刻也不舍得分开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们在谈恋爱 可陈芸汐可不这么认为 嘴上声明大意 我和她朋友 只是朋友 只是朋友 心里唯唯唯唯唯 老娘的事你们别管 但是有时候吧 人现象的穷债是要还的 看陈芸汐万一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媒体直接爆出了一个猛料 明码标价 订换预约 嗯 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新闻吗 虽然绯闻满天飞养 作品出了那些年 我们追过的女孩之后 再无佳作 挡不住陈芸汐的命好呀 不光红头半边天 还在拍摄《神雕侠侣》的时候 觅得了个如意郎君 说起来这部剧 还是陈芸汐不敢触及的过往 因为脸蛋肉乎乎 嘴巴嘟嘟嘟嘟 她被大家黑出了响 表情包比她的作品还要多 连带着小笼包都成了年度热词 陈芸汐还有脸上笑嘻嘻 装出云淡风轻的模样 心里真是麻买批呀 老娘不就演个不适合自己的剧吗 你们至于吗 而她可怜弱小又无助的模样 深深打动了男主角陈晓的心 她一怒冲冠魏红颜舌战群辱骂网网友 霸气护妻勇勿 看着她霸气的动作 英俊的脸庞 怎能不让人动心呢 陈芸汐沦陷了 这该死的爱情是如此的甜美 恋爱一年多时间之后 姑姑和过儿从电视里走到了现实 来人一记头沙吻 打动了无数网友的心 谁不羡慕这种神仙眷侣般的爱情 前提是 大家还不知道 自从陈芸汐疑似出轨 尼安东的消息曝光之后 虽然陈晓嘴上说着不在意 但是眼里再也没有了光 真映了那句 婚姻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不过看人家小两口的感情还算稳定 吃瓜顺重就不要瞎操心了 再说陈芸汐早已洗尽千环 老公孩子热炕头 才是她想过的 2021年陈芸汐重新出发 站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二上 摇身一变成了能唱能跳的火辣姐姐 虽然惨遭淘汰 但却进步了不少 她说 逼着自己去前进 感受到了自己年少时拼搏的劲 我很喜欢这样的自己 希望陈小和陈芸汐能够一直幸福甜蜜下去 也希望两日的事业都能越来越好